YES YES 你知道 為什麼 我這麼興奮嗎 你知道為什麼一個小小的心跳袋 可以讓我這麼興奮嗎 OK 好 為什麼一個小小的心跳袋 可以讓我這麼興奮 如果大家有看過 教練的Podcast的話 你可以知道 他的教練 是一個非常非常注重 心跳的一個教練 跟科學家 所以 可能各位有聽過的 Zone 2 Training 就是這個科學家 slash 教練 提出來很久很久以前的研究 他到今天也非常的相信 這一套Training的理論 現在手錶明明都有心跳功能 為什麼 還要去額外花錢買一個心跳袋 因為 晚視心跳錶 它量心跳的方式 是用這個光學 你可以看到 這個綠光本身 它就是用這種光學的方式來量心跳 那 光學的問題呢 就是 為了要量得準 一定要把手錶 戴到能接受的最緊範圍 也就是說 不要戴到緊到你整個手上 都已經發紫了 但是也不能鬆到像 也不能鬆到像這樣 動來動去的 因為 因為當光學儀器沒有完全貼合在同一個肌膚點的話 它的量出來的數據就會極為不準 那很多人可能就會想說 那我就把它戴緊就好啊 但是當你在運動的時候 往往沒有辦法讓你戴得緊就可以完全解決這個問題 比如說 在外面騎車 路面通常不會這麼平整 所以 騎起來的時候 常常會晃來晃去 就這樣 在這種情況下 光學 就會相對 沒有這麼的穩定 你看我才慢慢騎 這個震動就已經這麼大 如果是在比賽中開強度的騎的話 那個晃動只會更大而已 像前幾天 我跟國內非常有名的三鐵選手 李偉教練 有聊到說 他說他比賽的時候沒有帶心跳表的習慣 他從頭到尾就是看自己的運動手錶 然後他有發現 他在騎車時候的數據 非常非常的不準 可能226整場下來 騎車心跳 只有120幾 因為他之前是選手出身 所以他可能聽自己體感很準確 但是 對於我們這種賤明 我們就沒有練過什麼三鐵 我們也沒有什麼 這麼雄厚的運動基礎 所以 心跳往往是一個很重要的生理指標 越準的心跳 就可以 越準確的控制自己的運動強度 那游泳呢 為什麼光學可能在 有水準的地方不準確 原因很簡單 就是因為你每一次的入水 這個表 都會因為水準的關係 而被移動一下移動一下 所以其實 在游泳跑步跟騎車裡面 心跳最不準的 反而會是游泳 因為每一次的入水 錶都很容易因為水準而移動一下 移動一下移動一下移動一下 你這個時候 有心跳帶就格外的有幫助 因為它可以最真實也最準確的 量到你當下的心跳 但為什麼我個人會推薦 直上到Garmin心跳帶最高階呢 因為在一般心跳帶裡面 沒有錯 它確實可以量到準確的心跳 它也可以反應當下的強度 問題是市面上的心跳帶分為兩種 connectivity 一種是透過藍牙 一種是透過M Plus 那這兩種傳輸方式 都沒有辦法在水中達到傳輸 也就是說在游泳的情況下 或是在泡在水裡的情況下 你的chess heart rate monitor 沒有辦法直接把數據傳到手錶上 所以在游泳的時候就不能用 沒錯 但今天的HRM Pro Plus 就利用記憶功能解決這個問題 我來解釋一下 就是當你在游泳的時候 它先把你游泳的心率 存在這個unit 這個小痘痘裡面 然後在你遊玩泳上按 按下save activity的時候 你的Garmin手錶會自動的去搜尋 之前已經配對好的HRM Pro Plus 然後它會把心跳帶上的數據 複寫到你剛剛的游泳活動上 聰明吧 Garmin就這樣簡單的 同步了你在游泳中的 stroke data heart rate data lap time 跟你的休息時間 所以你在上岸 拿起手機 看你剛剛游完泳的資訊的時候 到心跳頁這邊 你就可以看到非常準確 而且即時的心跳資訊 這樣子的心跳資訊 會遠比你只帶你的Garmin手錶 然後下水油還要準確 那當然這邊要注意的一點就是 畢竟這個心跳帶 它還是會受水阻影響 所以在蹬牆的時候 你要嘛蹬小力一點點 不然就是需要把你的心跳帶 比平常再調緊一點點 來對抗這個水阻 那再講到跑步 跑步的時候更是這樣子 每一次下腳造成身體的震動 很容易讓光學心率帶造成晃動 這樣子當下的心率就不會最準 尤其是在跑課表的時候 忽快忽慢 忽快忽慢 你心跳一定是忽上忽下忽上忽下 最好的話 能夠要抓到 你恢復最低的心跳 跟在跑課表之行 擋下最高的心跳 你才能夠最好的 最好的去控制 你才知道自己有沒有跑在強度區間內 跑課表的人才會發現 為什麼我跑到最累最累的時候 我的心跳往往不是最高的 反而是等到我停下來喘了三五秒之後 我的心跳才跟上 因為在你全力跑的時候 你晃動往往是最大的 這個時候你的表很長 會沒有辦法 catch 到你最準確的 reading 是等你停下來 可能這樣撐膝幹的時候 沒有多餘的 movement 你的光學儀器才有辦法停留在同一塊肌膚上 而偵測到最準確的 heart rate 但是這個時候可能已經沒有偵測到你的 maximum heart rate 也沒有辦法最真實跟準確的反映出運動當下的強度 但是讓我最覺得實用的功能 大家有注意到有些人跑步的時候 會放一顆小綠豆在自己屁股後面嗎 它的功用在分析你身體的上下陣幅左右陣幅 步平進而推算出你的跨距左右腳的balance 那這些數據到底有什麼用 老實講我自己也不追求說 我的步伏跟步平需要match到像Eliad Kechoque這種頂尖跑者 但是前幾天我去Garmin上課的時候才知道 可以從一個跑者左右腳觸地時間來分析說 這個人是不是有代償的行為 我簡單來講好了 每一個人或多或少都有一點點長短腳的問題 本來每一個人跑步的時候 左腳觸地時間跟右腳觸地時間都會有些許的不同 這個真的沒有一個絕對的好或壞 重點只是說你這樣子跑會不會受傷而已 那如果你長年下來都是左腳觸地時間比右腳長的話 fine 那可能你身體已經適應了這樣子的跑姿 但是可能在吃了一段時間的課表之後 你發現說奇怪這個balance或這個ratio 慢慢的因為強度的增加而有所改變 那這個時候就要小心 有可能是你主動改你的跑姿 所以你的這個左右腳的觸地時間ratio有所改變 但也有可能是你身體開始疲勞 可能左邊的屁股太緊或是右邊屁股哪裡有點不舒服 而造成了你沒有意識的做出了一些代償的動作 導致你的左右腳觸地時間跟原本的baseline有不同 這個時候你就可以透過hrm pro plus 它提供的這些跑步數據來預防你繼續吃這麼重的課表 而導致小腿受傷跟腱腱受傷 然後即時的跟你的教練溝通 看看是不是要降課表強度 或是趕快去找物理治療師 把問題的根本找出來 確定安全之後才重新投入訓練 好啦 這是我一個對於心跳帶非常簡短的推薦跟分享 那至於有沒有需要買到garmin pro plus系列 我覺得就看個人 因為老實講 我覺得它價格也確實比其他一般 只測心跳的心跳帶貴上不少 但是我會覺得說 哪怕只是幫助我避免受傷 我覺得這都值得 如果大家花這麼多時間下去訓練的話 受一次傷 它是回到你訓練前的基準或者是更低 那這樣子的話 你訓練時間跟金錢是不是就白費了 絕對比買一個pro plus還要貴 OK 今天的Hurry Monitor就分享到這邊 希望大家在運動這條路上 健康 愉快 破PP 我是Darren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我們下次再見 大家真臘 我們下次再見 我們下次再見